长长的杂草内,身体非常虚弱 艾蜜莉 快,快送她去医院 独自在森林里,度过了好几个昼夜的五岁女童艾蜜莉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已经健康返家 与救她一命的狗狗强尼团聚 强尼,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 中心的鸽子 在武山发生大地震 顷刻间,城镇变成一片废墟 伤亡人数达到几十万人 在一片断墙下横腾着一位老人的尸体 他被一根水泥横梁砸死 一只鸽子停在老人被砸断的脚旁 发出凄惨的叫声 唉,可怜的老张 还是没有躲过这次的大地震 这只鸽子怎么会在这里啊 老张生前最爱养鸽子 这里是老张的家,也是鸽子的家呀 不对呀,他家里养的鸽子有十几只 别的鸽子都飞走了 怎么就这只鸽子还留在这里呢 唉,这只不是老张生前最喜爱的那只叫白玉的鸽子吗 对耶,好像真的是白玉 老张,对这只鸽子,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 我想白玉它之所以没有飞走,留在主人身边 是要报答主人的养育之恩 难道这只鸽子真的这么有灵性 这只鸽子一直守在主人的旁边 它原本闪闪发亮的眼睛变得浑浊不清 它在砖瓦上飞来飞去 绕着主人的尸体转着 时而停下,时而默默地看着 如果它有泪线,一定会泪流满面 如果拥有像人一样的声带 它也一定会呼天抢地地痛哭 现在,它只能把痛苦和悲哀吞进肚里 哎呀,这里怎么会有一只鸽子 天啊,它竟然在帮这位罹难者擦脸 真是一只多情的鸽子 往生的这个人应该是它的主人吧 它对主人的感情可真深啊 鸽子,走吧 让蓝天淡化你的伤痛 你的主人已经去了天堂 女护士想让鸽子离开 但这只鸽子并不理解它的好意 一只是温和柔情的鸽子 突然昂起了头怒视着女护士 连领子的毛都捧散开来 它摆出一种敌对的架势 你别误会,我绝不会伤害你的 它竟然不飞 莫非是受伤了,无法飞起来 咦,它根本没有受伤嘛 飞吧,你只有飞上蓝天 才会解脱痛苦 才能重新得到快乐 然而,白玉扇动着翅膀 在天空飞了一圈后 又徐徐地落在了老张的身旁 你怎么又回来了 诶,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你们看,这只鸽子真奇怪 它为什么一直不愿意飞走呢 飞吧,鸽子,快飞吧 哇,真的 它为什么要一直停留在这里呢 我想,一定是它的主人 生前对它非常好 它舍不得离开 嗯,是啊 这只鸽子也太通人性 太讲义气了 既然你喜欢 不如就将它带回去养吧 这位女护士和救援人员 一起将老张的尸体埋葬之后 女护士便将鸽子带回去 养在一个笼子里 怎么样 那只鸽子还想挣脱吗 是啊,你看 它整天就这样在里面 会动着翅膀 我真怕它会撞伤 唉,不如这样吧 你用一块黑布把笼子盖住 在黑暗中 它就会安静下来的 嗯,我试试吧 看来这一章真的有效哦 隔天 女护士奉命负责 护送一批重伤患者到南方的城市去治疗 她带着随身行李 也带着这只鸽子 然而鸽子到了这个安静美丽的城市后 却显得更加焦躁不安 哎呀,你养的这只鸽子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一直用头撞来撞去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真担心再这样下去 它会死掉的 啊,对了 我们这里有一位养鸽子的老人 不如请他来看一看 想想办法 嗯,好啊 只要能帮助这只鸽子都行 这位老人听了女护士的叙述后 便借他一笼鸽子 你把那只鸽子和我的这两只鸽子关在一起吧 集体的温暖可以使他得到安慰 我想那样 他就会慢慢安静下来 希望如此 哎呀,大叔 这是怎么回事 真是奇怪 我养鸽子这么多年 还没见过这么凶狠的鸽子 不管怎样陌生的鸽子 应该都不会互相争斗的 那这只鸽子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想你不是这只鸽子真正的主人吧 嗯 这只鸽子是我从地震的废墟中捡来的 哦,那就对了 这只鸽子非常通人性 我想他是想要回家 想去寻找真正的主人 他想找他的主人 可是他的主人 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也许鸽子并不明白人类的生与死 他只是想回到主人身边 回到他曾生活的那个地方 你还是放他走吧 这么有灵性的鸽子 实在太难得 我想只要我耐心地照顾他 他一定会认可我这个新主人的 那你就尝试看看吧 不过你可千万别勉强他 嗯 女护士非常喜爱这只鸽子 她相信只要有耐心 她会喜欢自己这个新主人的 然而在这只鸽子心中 只有一个主人 他只接受老主人的喂养 怎么还是滴水未尽啊 哎呀 这只鸽子从来到这里 就没吃饲料 这样下去 它很快就会饿死的 是啊 已经整整四天了 再这样下去 它真的会死掉的 你还是走吧 这只鸽子像一道白色闪电 快速地向蓝天飞去 它在天空转了一圈 然后往武山的方向飞去 它就这样走了 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就这样飞走了 我想在它的心里 只有它的主人吧 弘扬佛法立众生 不论昼月转法轮 开启生命电视台 佛陀教义广推行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 立意众生 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 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 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 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 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 还要立意众生 那立意众生呢 各位就要放生 不失 超度 失时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顾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只能上行三次一步呢 以往设计的话,1次就是计划, 3次是计划 , 吴宅的方便無阿日本人, 这是在计划那里, 3次是计划, 10次也是计划的。 看前来只有计划, 就是出品划, 最后就是计划, 是计划的事, 在有类型 breakfast 還用來吃飯 如果吃飯吃飯 吃飯之前吃飯 那是粉紅茶 好你吃破可惜 不要吃話 我現在不說 自己是白嗓 讓我出来了 就要多謝 �лаг不拿夠 很放 我们最后一般的物件的双方案 不论汁城有任何人在寻臭 我们是在寻臭小说的 这就是人生荣鲲子 从这年来都是担心的 刚才是古文人生荣地产 管人生荣帐的 这种东西出售 就是我去想看 那個空間的蘇哥是幹什麼 你坐在上去坐下 你坐在這兒 你看這個平底的蘇哥 所以我回到這個地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